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最近之前整个盘势都在比较高档的地方 横盘做整理比较闷 大盘就不是重点 但是目前开始从今天开始 基本上大家今天节目就要好好听 你目前对大盘的解读 你目前对股市的态度 就会很大的影响到你未来的操作 就跟之前在8月初那一波下跌一样 等一下我会慢慢地解释 大家要好好地听 为什么因为这里你的解读不同 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就跟上一次8月5号跌下来一样 好 当然美股昨天晚上 整个今天早上一看美股大跌了 大家一定都会很紧张 所以早上我也在开盘前 就告诉我的会员 昨晚美国公布ISM数据不如预期 而且挥达又传出遭到美国司法部 反垄断的调查 这些种种不利的因素 导致美股全面烧黑 纳斯达克大跌了3%多 非诚半导体甚至重跌了7%多 而挥达个股甚至跌了快要10% 那当然今日台股大型股票 将面临不小的卖压 预估找盘就会卖压沉重 那当然我们短线上也会先看一下 预计在这一个范围内 会有短线买盘支撑 所以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这个就是一早 当然我的会员朋友们 大家看到美股这样 当然大家也会紧张 那当然我讲过嘛 我这些看法我也会在light上面 尤其是像今天比较紧急的状态 马上我在早上一早 9点06分 我也告诉大家 近期台股量缩维持高档震荡 筹码上法人卖融资买 是比较不利的因素 那美股的大跌短线上 虽不利台股多头走势 但也能让最近很黏的台股走势 更加明朗化 15的操作就是这个区间 会有短线的支撑 那大盘只要一跌到这个区域 就会有积极的买盘进场 所以先不要预设说 是不是这样一跌就要破底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一跌 大家就又告诉你 是不是要破底了 那我也在这里清楚告诉大家 实务上你先不用去预设 但是实务上今天跌到这个区域 基本上它就会有短线的买盘 会进场 是不是 那今天最低点在哪里 20922嘛 对不对 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就不要杀低了 股票就不要杀低了 因为它短线的买盘就会进场 好 今天整个盘市 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未来的盘市 刚刚我给大家看过 就是我认为目前在这里 它有一个短线的支撑区 我也不认为是不是一下子又会弹回来 但是最近的盘市 可能就在这里测试这个短线支撑区 为什么 其实基本上从上次 从上次反弹上来 我就告诉大家 基本上这里整个盘面到这里了 它会有反弹上来的卖压 还有套牢没有卖 然后反弹上来的整个解套卖压 但是前一阵子盘市真的很厉害 就在这里做高档震荡 当然一有风吹草动 它还是容易往下掉 但是在这里 你也不要因为这一根 你就一定预设说 它又会破这个底 又是ABC 我常常讲务实操作 客观分析 目前来看的话 短线上这里确实会有一个 短线的支撑区 你空手的其实 空手的人 基本上你在这里 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区域 你就可以分批做进场 坦白说今天如果你空手的 今天进入这个区域 你下去做布局 确实很多股票马上弹上来 这个就是在这里操作上 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当然这一阵子在这上面的时候 在这上面 我认为在这上面闷 你不用注意大盘 但是我也一直强调 你股票不能扣扣堆 不要上涨的时候才想追 所以我今天也在车标上告诉大家 大盘回挡其实才是最好的买点 尤其是好的股票 为什么它变便宜了 当然在整个迹象来看的话 我们也不要去预设说 你是不是一定会跌破这里 为什么 因为坦白说 当初在那个时候 很多情势没有明朗 包括日元也好 包括整个我们国内 很多公司的下半年的业绩 究竟如何也没有明朗 包括挥达的业绩也没有明朗 但现在其实 基本上当然 挥达美国司法部要调查 它股价跌 当然其实也算正常 并不是因为它业绩不好跌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特地告诉大家 在这里务实的操作怎么操作 如果说你现在手中有股票的 你进入这个支撑区 你千万就不要杀地 甚至你还可以着量 等它稳定了之后 适度做加码 它还是会 有机会会再来挑战机前 但是你因为你手中已经有股票了 你就等它稳定了 我们再做进场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你如果空手的 是不是你之前在这里 你一直空手在这里 错失了这一次机会 你在这里你就要好好把握机会 在这里操作就是这样 我在这里我一样不建议 你从做空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 因为从整个基本面的因素来看的话 没有理由 没有太大的理由 这个叫做客观分析 你看嘛 上一次8月6号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告诉大家 我已经在布局了 我还特地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我已经在布局了 是不是 上一波后8月6号 这一天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一样告诉你 你究竟要怎么样的做操作 那当然会员朋友们 我一样会帮他做斟酌 那当初我在这里做布局 那一弹上来 我着量的卖掉 我讲过嘛 高票 每个都要去 为什么整个急速的反弹了2000多点 那相同的在这里 大盘你也不要看淡 但是如果说你手中有股票 我刚刚强调 你可以等他稳定了 等他在这里稳定了 毕竟今天是第一根下来 等他稳定了 你再做进场 你空手的基本上 你就可以撑这机会了 好 那大盘你了解了 你了解了之后 你就不会那么恐慌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才有那个心思 去干嘛 去寻找机会展望未来 为什么我说你 今天你节目要好好听 你一恐慌了 对不对 早上不管三七二十一 整个没了 盘弹上来了 待会我让你看 很多股票都弹上来了 不是有很可惜的吗 就跟当初 对不对 当初八月六号 我为什么在节目中特地告诉你 也是因为这样啊 你如果当初杀在这里 你股票杀在这里多可惜啊 你这一次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啊 那当然我也常常讲 基本上我带着会员是客观分析 然后务实操盘 所以我没去打 我在之前在这里确实啊 我是带着会员做多的啊 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要用追的 然后去布局一些好股票 特董啊 即使今天这个盘一度跌了1000点 很多股票其实没有跌得很深啊 待会我会再展示给大家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务实操作 好那接下来当然重点来了 你要怎么布局国评 当然你如果今天一早很恐慌 你不知所措的 我都欢迎大家扫描我Q啊 刚刚大家有看过吗 我一早我也是很关心 我整个LINE上面的好友嘛 所以我一早就发了一个讯息嘛 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这个盘你千万不要 然后一早一下杀你就杀低了嘛 所以欢迎大家随时扫描Q啊 来加入我的LINE 好那接下来个股 那大家昨天有看我节目的都知道嘛 障我都说 其实鸿海的股价已经有一点委屈了 那当然目前筹码的问题 包括外资每股大跌 外资还是会卖嘛 鸿海毕竟是大股的高平嘛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鸿海就是很强啊 跌下来就有人埋啊 是不是 那当然鸿海做布局就像我刚刚讲的 上一次大跌的时候 我就有进场做布局嘛 我也告诉大家理由嘛 对不对 我说要布局两批嘛 对不对 那8月4号又跌一次嘛 你看那时候一度就是跌到160 甚至最低点在161 那但是最近你要将它跌到160几 真的不容易啊 有什么 待会我慢慢告诉你有什么 那现在目前鸿海今天 大家仔细看哦 又来了哦 我又画一条线哦 又来了哦 机会又来了哦 它有四大利多 股价真的相形委屈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鸿海今天在四大天王 在F4里面 它就是相形很强 它股价一低就有 逢低承接的买盘嘛 有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 你如果不知道 我现在讲给你听 基本上鸿海 法说会他就讲过 他上半年今年 整个上半年是优于预期的 三绿昌三升嘛 那下半年呢 其实他认为会更好 而且鸿海 向来下半年就是忘记 所以我们 整个合理预估呢 其实他EPS在13块 股价在180附近的话 本益比很低耶 再加上我最近强调的 鸿海有四大力多 哪四大 第一个AI代工部分 AI代工部分 鸿海在法说会上 也有讲得很明白嘛 不管辉达的 200的进程如何 他100的需求很大 所以整个cover过去 所以整个AI代工 在今年下半年 还是相当的旺 昨天刘洋伟先生 他参加会议的时候也是啊 他认为下半年的景气 还是这样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苹果10号要发表新手机嘛 对不对 我也在节目中多次的强调过 这一次的沿调机构认为 整个这一次的苹果手机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换机槽 因为有很多新功能 这对鸿海又是更大利多 第三点电动车布局 其实鸿海向来一直布局电动车 大家也知道嘛 包括刘洋伟先生昨天在讲 我们台湾整个产业的发展的话 他也提到电动车嘛 它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利多的产业嘛 那鸿海整个电动车布局 其实也算有一定的时间了 那他在今年 在这个下个月10月8号的时候 他科技日的时候 预告片都出来了嘛 他又有新的电动车要发表 而且刘洋伟先生积极的到东南亚 包括前一阵子到印度 当然也都有谈及电动车的布局 那为什么电动车这个也是利多 因为整个他的毛利率 就在接近20% 比如董事长之前 他在发展电动车的时候 他就多次强调 他不但要维持 甚至要让鸿海的营业额 逐步往上走 但是鸿海现在营业额真的很大 接下来他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提升鸿海的毛利率 电动车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一个接近20%的营业额 如果能够占比越来越大 对鸿海当然是有相当大的注意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第四点 最近黑神话悟空不是很夯吗 对不对 他就把整个游戏产列都拉起来了 那鸿海本身是Sony PS5的主要代工厂 那再加上Sony本身又要推出功能强大版的 PS5 Pro 那相信也会带动一波换机场 这对鸿海都是多余的利多 所以鸿海相信之下股价很强 也就符合我告诉大家了 整个大盘下跌 鸿海就是你布局的好时机 那怎么样做布局 当然筹码的问题 基本面是一回事 那筹码 股价会受筹码的影响 当然也是现实 那你不懂得布局的 我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进来 跟着我做操作 鸿海我随时都有在关注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个股 我之前也都在节目中提及过 在今天还是很强 包括台仰 那我也讲过嘛 台仰之前是因为它整个 行动产品有问题嘛 所以它整个上半年的出货 确实不顺 但下半年开始增长 而且明年 这是公司表示的 明年明显成长 而且台仰在all range本身的 无线色品的产品 已经打入了全球28家的营运商 而这个all range的 无线色品的产品 未来八年内会有十倍的成长 那整个台仰其实在这个市场是 全世界第三大 这个对台仰未来贡献会非常多 那当然我也告诉大家嘛 整个当然它股价谈到这里了 它会先说休息嘛 是不是 那像这种好股票 你要怎样 你要趁低做布局 所以我是趁着它低点的时候做布局嘛 27块多的时候做布局嘛 对不对 那当然布局完之后 它马上就供上去了 供了一支涨停板再续涨对不对 那最近整个稍微回檔了 那都无所谓啊 你看嘛 它还是很强的拉上来 你看它今天嘛 跌3%多嘛 很多 其实这里股票很多 那下半阶段我还要告诉大家 在这里基本上你如果空手的 或是说你还有很多筹码的 那基本上你不但不需要杀低 有一些未来性的股票 其实反而你可以在这里减便宜 那一步局了 其实反而很容易股价就往上涨 那机会在哪里 当然我下半阶段要告诉大家 好 我们先休息回来 下半阶段再回来 运达头顾真心照顾 运达头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首数老字号的头顾公司之一 头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刚刚我讲过 其实在这里如果逢低做布局的话 8月份的业绩也要公布了 甚至整个下半季 如果它是旺季的 那逐月整个业绩都会往上升的 其实这些股票就是你现在减便宜的好时机 那哪类型的股票呢 像我常常提过的车用PCB嘛 尤其是整个车用PCB 它未来它整个就会 这些高阶的PCB板会来取代 尤其是最近包括大陆的比亚迪整个又把自动驾驶整个风潮又带起来了 包括Musk先生他是不是要组机器人车队嘛 对不对 特斯拉要组机器人车队 这些都要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的话 它就需要这些高阶的板子 目前这些高阶的板子其实你看HDI HDI基本上这个板子它的占流率还很小 那这对这些PCB板的厂商有什么意义 毛利高啊 甚至有一些重要的板子 它的价格定价是10倍以上 原来的10倍以上 再加上整个车用PCB板下半年本来就是忘记了 而且这些个股基本上都有EPS 整个本利比都低 包括定用头控 你看它整个全年EPS合理预估5块钱 现在股价才多少 对不对 3715 60出嘛 对不对 所以它今天也跌不下去 加上其实它整个也都在这个平台上面而已 包括2355的竞篷也一样 你看它全年预估EPS大概4块钱左右 如果在42块附近的话才 对不对 本利比才10倍左右 而且股价都在低档 这些都是你可以好好的去介入的股票 尤其是这些它整个下半年就是忘记 包括手机概念股其实都一样 之前我也在节目中讲过 再来苹果手机基本上很多的研调机构都认为 这一次会形成一个比较像样比较大的换机潮 因为很多新的功能 相关的类股一定得益的 刚好现在整个盘是筹码又松动 筹码松动当然会导致好的股票一样它会往下跌 因为筹码松动 这个时候是你的好机会 对不对 包括我之前讲过的嘛 包括做板子的嘛对不对 药滑嘛2367的药滑嘛对不对 或是说做针顶嘛对不对 针顶是做软板的嘛 TPK嘛做触控的都一样嘛 这些都有机会嘛 那甚至包括像我讲过嘛 折叠手机对不对 三星也在同一 不是三星 华为本身也要在同一天就是10号 苹果手机发表的同一天 它要发表折叠手机 那所以折叠的轴层像照例 基本上你也都可以注意 这个就是这里的机会 那另外呢 另外我也讲过细光值 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未来的产业 所以你还是要注意 厂商也都成立了一个 昨天嘛正式成立了产业联盟 那当然细光值很多 有很多股票涨高了 那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 基本上像光收花模组这些公司 你看它的业绩就是 下半年会越来越好 这个是重打 这个是滑行光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你看嘛它今天的股价也 有没有 有什么 压正嘛 所以在这里基本上你要 你要懂得好好布局的话 盘市虽然一度跌了1000多点 但是很多个股其实反而是机会 那当然整个大盘怎么做解读 我刚刚也讲过 整个大盘基本上你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它在这里会有一个支撑区 我刚刚有讲过 你在这里你就不要做杀低 甚至你可以做分批的做布局 但是重点来我刚刚讲过 最近有一个筹码的问题 就是最近法人在卖 但是融资一直增加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融资比较多的股票 基本上你就避开 接下来也许还会有一波 所谓的杀融资 但是对很多好的股票 其实它融资都不多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选 当然你不懂得选的话 我欢迎大家来跟着我 或者说你先扫描我屏幕消防的QR Code 当我LINE的粉丝都可以 在这里当然对大家我希望都有帮助 那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